史亦有战争 主教政大 我們親愛的吳副主教 我們的荒副主教 從台南來的 我們的秘書長 我們的趙本堂社群 我们各位共济的神父 我们的修宇们 主内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大家平安 平安 1958年 一举摸汉泥 大林镇 正式成立本航区 有的数学很好的 马上就算出来了 1958年 一直到今天有几年呢 六十年的时间 所以 我们一起庆祝大林天主堂 圣堂在这个地方成立六十周年庆 那同时也遇到我们的新的圣堂的落成 所以祝圣启用你 同时也结合我们的圣堂的六十周年庆 回顾我们圣堂的历史 在这个历史当中 曾经有非常悲惨的事情发生 那是在1985年 1985年 灰修楚 整个圣堂都烧掉了 但是可以看到奇迹出现了 那个圣堂都烧掉了 整个结构都烧掉了 可是呢 独留 就只有留下来 圣体康 圣体康还留着 还有 大的十字架 当然这个圣体康是因为教友们 一直思念的那个旧的那个圣堂 把它拆掉的时候 刚才我们的本堂神父把那本关起来的时候 大家都哭了 我们的主席 谢主席 都流泪了 一个圣堂就把它拆掉了 但是就是旧的要去 新的才会来嘛 那个旧的不去 一直站在这个地方 新的圣堂就不会来了 所以好多的教友 有很多教友都很熟练的 像那个旧的圣堂 因为有感情啊 在那个地方你都记得 在那个地方 屌外天主 也要是天主很多人痛啊 所以金苏梁那个枯的圣堂 所以教友很聪明的啊 教友说 你大家的金苏梁那个枯的圣堂好 把那个枯的圣堂的模型 就做成圣体康 所以就是这个圣体康 你要想到枯的圣堂的时候 你要看这个圣体康 那个是旧的圣堂啊 那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 就是新的圣堂啊 所以那个没有被火灾烧掉的那个圣体康呢 是放在二楼那边 所以以后呢 也可以成为我们的那个博物馆 成类是 假如你们要看的时候 活生生的让你们看到 那个圣体康 在火烧当中 它存在的 它没有被烧掉的 还存在那边 那除了圣体康以外呢 还有一个大的十字架 这个十字架 那木头的那个十字架 那个就原来的 原来的 只是 这个耶稣的 这个 尸体 耶稣的那个 我们就做一个新的 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新的十字架 那十字架 十字架 你看那个十字架 怎么会在火烧当中 这木头的应该很容易就烧掉了 可是木头的十字架 它就留在那个地方 所以教友在火灾以后呢 进去看了整个圣堂 都已经被烧掉了 一进去看 那个十字架 依然在那个地方 所以这个也是很感人的 还有 还有更感人的是什么呢 还有圣母像 这个圣母像也在那个地方 没有被烧掉啊 但是这个圣母像 我们是稍微整理一下子的 但是这个圣母像 这确实也是在那个火烧当中呢 它仍然存在那个地方的 所以是一个 随着很遗憾的事情发生了 但是在这遗憾的事情当中 我们仍然看到是 天府的奇迹是在里面的 天府不讲话 那些我们教友 你们所看的 你们去想一想 那你就知道天府 他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可以这么做结论 那个圣堂可以把它烧掉 可是我的信德烧不掉了 那些信顶 信德 深植在我们的心里面 烧不掉了 所以 我们教友们 1985年火烧了 1986年又重建了 1986年那些大天主等的 我们又盖起来了 那在这一段 期间呢 我们教友 或者是我们有好多的神父 也都来到这个地方 来 来服务 所以 我们这个圣堂 在这个60年当中 有经过了好多好多的神父 有好多的修女 特别是那个修女服务的是有 中华圣会的修女是在这边服务的 还有道明会的修女也曾经在这个圣堂里面服务的 那 他们 为这个 为这个圣堂呢 他们付出了非常多 那么经济也团 传教老师 传道老师 也为我们服务 所以有好多的外教人 在木道館当中 后来领袭进到教 教舞会里面来 后来当然是年纪老了也走了 所以有好多人 借着这个圣堂 领袭 圣化 后来离开这个世界 然后后来到天上的耶路山里去了 所以圣堂 是使我们 可以说是一个 也是天主的家 借着这个县市的这个家 会引导我们到达天上的家庭 那边去了 那 我们教会 面对这个社会的改变 因为我们知道 大理天主堂开戏的时刻 都比较 那个 教友们 比较 属于当时是一个农业社会 然后呢 也是比较属于这个地方性的 后来整个社会的改变呢 工业化 商业化 所以那里高优 有好多呢 就到大城市 到工业区 那里去工作 所以教友就 就越来越 越减少了 那 我们曾经有幼儿园 幼儿园也因为孩子减少了 后来就停满了 也好一阵子了 我们就会再想一想 这个社会改变 那我们旧的那个服传的方式 我们也应该改变啊 那我们也看这个时代的讯号 这个世界需要我们提供什么样的服务 既然那个孩子少子化了嘛 那少子化了也许这幼儿园方面 可能我们这个大领导就不需要再以这个幼儿园来服务一些小朋友了 所以我们就关闭了 可是关闭那只是暂时的 后来我们想啊 那咱俩关 什么最多 年长者最多 长辈最多嘛 是不是 所以我们应该脑筋 改变一下子 以前是服务幼儿嘛 因为幼儿多嘛 可是现在社会的改变 所以现在 临长者 我们说老人多 那老人多 那我们要转变来为老人服务嘛 这才是一个契机啊 所以我们教会就毅然的 就把那个幼儿园 就也是打掉了 那后来就干一个 我们胜场比较快 我们胜场坐在前面 那那个 安娜家园 那后来 明年的事啊 明年也会落成祝圣启用了 那安娜家园就是为年长者 人到老了以后呢 也需要我们的照顾 特别是更需要我们教会的服务 让他们能够认识主耶稣基督 准备好那套新年要去见天主 所以安娜家园 我们主要的目的是这样子的 当然也是看到这个社会的需要 我们要为年长者来服务 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安娜家园啊 那我们这个圣堂 我们还有很大的空间 那我们也要有那个日间 老人的日间照顾啊 所以传教的方式就改变了 以前可能比较那个古老的方式 我们挨家挨户的去拜访 现在的人去他们家 说我要跟你通告 他就马上跟你说再见 跟你撒出去 没关系 所以现在不容易这样子做了 但是现在呢 我们有什么办法能够吸引外面的人进来呢 刚才我们主席讲的 让这个什么 让人能够进来嘛 你有什么办法能够让人进来啊 我们老人日照 那个人就来了 所以这个反而以后呢 我们老人日照 或者是我们的安娜家园 一开幕的时候 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人 特别神年长者 我们的长辈就一个一个来了 人都进来了 然后呢 让爱啊 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新的福传啊 我们的本堂神父啦 还有我们的教友 所以高优待的使命 我们在家里 提到在新 那里新的使命 我们要新的福传 但是这种新的福传 不再像以前那样 人家把你推出去把门关起来 你很丢脸啊 现在不是这样子的 现在人家会进来 会在那个教室里面 就坐在那边 那你们就可以跟那个社工啊 跟我们的福传 人家做一点 亚绍的供书 带他们唱姓瓜 给他们开幕道班 你们做信仰的见证 所以这种福传的方式 这个我想为我们教友们 你们也是 也是很 很行的 后来呢 我们用这种方式来引人 认识主耶稣基督 得到这个信仰 所以这个是我们佛化 这一个地方 那因为我们盖这个安纳家园 留着圣堂 后来看起来好像也是不怎么打掉 那个全新的安纳家园 这个圣堂 那我们教区我们也想 虽然是圣堂是可以用的 但是说把那个 社福祭国 起到新新新 那我们生就孤孤了 那还不如全部都是 新新 因为我们要新服床嘛 转房一体 所以完全都是新的 那新的建筑物 然后新的方式来从事服床工作 所以这个我们大家一起来 让人能够进来 然后让我们的爱 或者是基督的这种服务 我们教会的服务 也能够走出去 也让人很高兴的来到里面 得到救援以后 高高兴兴的以后 就离开我们了 所以这个是我们教会 所做的一个最主要的 最后一点 我愿意在今天的六十周年 请我们圣堂的主宝 也愿意来谈一谈 我们的天上的母亲圣母 玛利亚 我们人都有那个感情 对那个房子 还是对东西 你用了好久以后 你都会舍不得 依依不舍 但是我们要深深的了解 在这个营业感 这个物质没有永远的 物质都会慢慢的 会老会消失的 那如果也是同样 所以说 这件性能 你发展心 一百年以后 可能两百年以后呢 后来的教会 也是要把它打掉 再重建 大概就是这样子的 圣殿 圣堂主要的目的是什么 我们抓住这个原则嘛 圣堂圣殿的主要目的是什么呢 让人们到里面来赞美 炒拜天主 我们叫你们聚在一起 一起来歌颂 一起来领受天主的救恩 一起来听天主的圣言嘛 这个是一个主要的嘛 圣殿 圣殿 主要的是什么呢 圣殿就是有天主在的地方嘛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炒拜天主嘛 所以这是圣殿的一个原则 一个很重要的精神 圣堂还是圣殿 圣殿里面就有耶稣嘛 活的圣殿是什么呢 这个物质的圣殿都会过去的 当然我们也是要善加的利用 可是我想我们教友们也知道 特别我今天因为你强调的是 有活的圣殿 我的圣殿啊 我的圣殿是什么呢 圣母玛利亚 圣母玛利亚是活的圣殿嘛 因为你看这个圣堂 一个了不起 最伟大的地方就是因为有耶稣基督 我们头里面来听耶稣 他的圣言 然后呢 我们领耶稣的圣体嘛 这是一个圣堂最主要的嘛 但是这个耶稣基督他在哪里呢 他从哪边来了呢 从哪边 圣母妈妈的肚子来了 所以圣母妈妈他就是圣殿 他也是活圣殿 假如呢 我们恭敬圣母玛利亚 把圣母玛利亚常常存在我们的心当中 这样我们就是带着这个圣殿到处走啊 因为耶稣基督他在圣母妈妈的肚子里面 那圣母妈妈他常常就是带着耶稣基督 王爷他那个欢喜而断 圣母网见圣母伊撒伯尔嘛 你看圣母一到的时候 伊撒伯尔很高兴 因为圣母妈妈的肚子里面有耶稣嘛 所以若他高兴啊 然后伊撒伯尔他也感受得到 在圣母的身上常常有耶稣基督 那我们如果带着圣母玛利亚呢 我们跟圣母玛利亚存在一起 他就是火的圣殿 所以这个是我们圣堂的主宝 我们的主宝就是圣母玛利亚 特别是在哪一个地方呢 是在圣母玛利亚 他是无染原罪 那圣母无染原罪 我看不到呢 你说圣母玛利亚你诞生的时候 你已经是都没有罪了 我眼睛看不到 那好多历史上的打学问 学者他们也看不到 所以他们有的就是不能够相信嘛 怎么圣母玛利亚 无染原罪 可是刚才福音里面已经露出那个玄机来了啊 那个天使来 报告圣母玛利亚要他当耶稣的母亲的时候 你看 他讲的话 第一个是 贯主 第五个字是什么 充满恩从者 再来呢 天主与你同在 再来呢 你在妇女中 在所有的妇女当中 你是最受尊敬的嘛 你光是这四个 万福 我们平常我们有福气 这个大家已经很高兴 万福 非常非常多的福气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万福 因为他无染原罪啊 天主给他特别的疼嘛 充满恩从者 我们有恩从就很高兴 他是满满的恩从 满满的恩从 因为他是无染原罪 天主与你同在 因为他满满的天主的恩从 所以天主常常就跟他同在 天主就不会离开他 因为在他的身上 他丝毫都没有罪过嘛 也就是这样子呢 要准备一个妈妈 这个妈妈那个 诞生下来一个 从来没有罪过的 耶稣基督 这个妈妈应该是完全的 无罪过的嘛 那你在所有的妇女们当中 你是最受尊敬的 因为他是无染原罪 所以我们所教委的神学 我们很清楚的 天主这么讲出来了 我们相信 天主所讲的话 是真实的 然后呢 我们也接受这个信礼 我们相信主要所谓的 他所谓的 KC的这个得力 所以圣母妈里 他就是我们天上的母亲 他最规划到我们 那今天圣母妈里的时间 能圣母妈里 无两万岁来保护 我们这件圣母妈里的高优 都体验到圣母妈里的 天上的慈母 他常常默默地为我们转导 也就是这个圣母妈妈 他的帮助 所以我们的主席刚才很感动 为什么 因为我看到 这个天主的爱是 借着教友们显示出来吗 因为我们的教友 我们的能力 各方面我们都是有限的 但是天主就借着你们啊 借着你们的慷慨 因为你们的捐款 然后就让 这个一个不可能的事情 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这个也天使讲的嘛 所以我们这个 大拿天主等的高伙 好的开始的时候 你也没想到 我们的习惯 我们的习惯 在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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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为天主没有不可能的事情 那天主呢 他可以借着 他的工具 那我们教友们 我们的恩人们 散心的人士 你们都是天主的工具 所以 为这个事情 你能够当天主的工具 你觉得很高兴啊 我能够成为天主的工具 让我们 除了感谢我们的恩人 感谢我们的 教友们 大家的努力以外 我们感谢天主 这个也就是我们奉献这个感恩祭 感谢天主 因为 无限慈爱的天主 然后借着圣母玛利亚 来吸引我们 然后我们 接着感激 来把我们的 赞兽 来归共用于天主圣父 愿天主降乎 我们今天 所有参与的 弟兄姐妹们 天主降乎大家 感谢